我今天可能第一次要花钱充电了啊 为什么这样说啊 大家看到了没有 现在啊 在我们小区边上的这个快冲装这里啊 装了有五个慢冲装啊 然后今天我们是第一次 然后要花钱充电了 我们看一下是怎么操作的 首先啊 我们把 自己的盖子打开 然后取下枪 然后插起 然后咱们手机后快捷注册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充电站 它的这个 本时段充电价格是1块1 1块1度 我们看一下详情 然后当前时段啊 充电费是八毛钱一度 然后服务会是三毛钱一度啊 然后凌晨的话就比较便宜一点啊 现在不算最贵 哇想不到这个8点钟 晚上8点到半夜11点 还算是一个高峰啊 然后我的这个 车里面还有60%的电啊 我们充10块钱试一下啊 我们现在开始输入密码充电了 然后支付成功 开启我人生的第一次啊 付费充电 然后现在我们坐在车里看啊 它这个充电已经成功了 实时电流是15.94啊 白嫖习惯了感觉花钱有点心疼啊 然后它的最大功率啊 我们等了一下最大功率来到了3.3啊 然后我在工地上的自己买的充电枪是一样的也是3.3啊 然后我们现在看了一下啊 现在这种慢冲装啊 在衡阳市也有蛮多的啊 主要集中在华欣这点 以前我记得好像只有一个 我真的是没想到现在这个慢冲装也有这么多了 我觉得像现在这种情况下 慢冲装都这么多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更加有利于我们这种电动车的发展的啊 你像我的话来说的话 你现在我的工地啊 我工地上有两个工地有两把枪啊 一个是充电桩 然后一个是3.2千瓦的枪 还有一个随车的1.5千瓦 我基本上都已经没用了 再加上现在我家小区这里 也有个慢冲装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会更加倾向于用电了啊 然后我刚才算了一下 像现在如果说是我的电全部跑完的话 充8度电啊 8度电我就按他1块1 我就算8块钱了 然后如果能跑50公里的话 那个成本的话就是1毛6啊 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也仅限于就是说你时间充足的情况下 可以来充下电 如果说你时间比较宝贵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行 还是需要那种快充装啊 然后现在我们就不充了啊 只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车是可以充电了 我们这个电完全可以 你先开到工地啊 到工地上去充 然后现在停止充电了 已经停止成功了 我们是充了0.27度的电 然后是花了三毛钱啊 我们现在来着电银行 我们现在去年冲充 Looking Green